没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蔬菜和水果在歌唱 每种蔬菜和水果都有不同的特征 小朋友们可以仔细地观察 除了形状不同,它们身上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创作一幅跟水果有关的作品吧 先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要用到的材料有 素描纸,水彩笔,勾线笔,油画棒,双面胶,剪刀 小朋友们可以适当地选择家里有的材料来完成作品哦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创作作品吧 先拿出一张素描纸 那我们要画什么水果呢 水果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小朋友们可以先动动脑筋,想一想哦 糖果老师先要画一个切成一半的苹果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小苹果装饰一下哦 蝴蝶结小领带 蝴蝶结小领带 苹果的小鞋子 下面一个出场的就是长长的这个家伙了 他就是我们的香蕉小弟 他今天可是很开心哦 穿上了小西装和皮鞋 在那里欢快的高声歌唱 现在有了唱歌的香蕉 可是没有乐器的话,怎么唱呢? 糖果老师想到了一把吉他 这个是给谁准备的呢? 画一个大大的草莓公主 给她准备吉他演奏 听到了这么美妙的音乐 葡萄也跑了过来 随着音乐在那里首舞足蹈呢 水果设计好了后 我们接下来用颜色装饰一下 这一次我们用油画棒装饰就可以了 可以用不同的颜色装饰 也可以分色块去填图 装饰好了的话 就可以用剪刀把水果剪下来了 然后再拿出一张素描纸 想一想水果们在什么地方 在做什么事情呢? 老婆老师想到了水果们在公交车上 举办演唱会 现在我就把公交车里面的造型 画出来 有车里面的把手 座椅和车窗 接下来用水彩笔 装饰上面漂亮的颜色 可以分区域的装饰上不同的颜色 也可以有的地方留白 接下来就会把我们画好的水果放到公交车里面去了 苹果在那里唱着优美的歌曲 草莓在车上弹吉他 香蕉和葡萄在里面欢快的舞蹈 这一辆公交车上进行着一场欢快的演奏表演 那我们这一节水果总动员的作品就成功的完成了 登登登登 唐果老师这边还完成了一幅作品 西瓜 羊桃 草莓 柠檬 这些水果穿着宇航服飞到了太空 在太空看到了这些景色 看他们笑得多开心呀 不知道小朋友们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水果总动员呢 花拉拉老师很期待黑特曼的作品哦